台湾著名導演侯孝賢來到了洛杉磯 宣傳刺客聶影娘 侯島這一次是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 還有人力物力 構思拍攝她的這一部武俠電影的處女作 電影《刺客聶影娘》 也在今年5月的法國嘎納電影節上 為侯島帶來了最佳導演的榮譽 不過在面對在電影市場上取得的成功 侯島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看法 在接受媒體提問的短暫見面會上 侯孝賢一身平民打扮 雖然身為名導演 但並沒有一點明星架子 被記者提問到刺客聶影娘 是否有機會攪除奧斯卡獎項時 侯孝賢卻表示並不在乎拿獎 她甚至對於媒體和觀眾的看法也不在乎 那你說拍電影為觀眾 我說過一句名言 創作開始是要背對觀眾 你光想著觀眾那好 那個片子不是不可以拍 好萊塢就是這樣 絕對可以 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我總感覺好像你應該是 自己有自己的感覺吧 我都幾歲快70了 我看《實際登方法》絕對跟年輕人不一樣 看人的角度也不一樣 所以那是沒辦法 必然 你不能說是 我今天就拍一些給你們這些人看這樣 這種被對觀眾的創作理念 和很多好萊塢大片截然不同 在侯孝賢眼中 好萊塢電影是被利用的工具 根本不是藝術 他們不是真正的電影對我來講 因為它被利用的表達方式已經是為了 但電影能夠在世界上產生一定的能量 我感覺是絕對夠的 因為我們人口太大了 我們絕對可以做到非常好 哪怕是戲劇性的 所以不要去 根本不需要去跟著人家 完全不需要 而且我們的歷史有那麼久 故事那麼多 《武打電影》入圍奧斯卡 似乎已經成了慣例 在2000年後入圍最佳外語電影提名的中文電影 分別是由李安和張藝謀指導的 《臥虎藏龍》和《英雄》 而這兩部電影 正是以極具中華文化色彩的武侠故事為題材 天下卫視記者馬俊採訪報導